南方澳跨港大桥倒塌,原因还在调查 加龙部长林加龙表示 南方澳大桥当时是由雅兴工程 从规划设计到监造 但到底是哪个部分有状况出问题 要由专业来调查 对相关单位要负的责任也会追究 港务公司表示 过去每年都针对桥梁的各个部分 进行小型检修 本来预计明年要再大检修 没想到撑不过今年 交通部初步怀疑 可能是大桥海侧桥墩坦 导致桥体向下掉落断裂 但真正的事发原因尚待厘清 倒塌的桥梁 当年由基隆港务局委托宜兰县政府待见 87年通车 现在属于航港局财产 由港务公司负责维护管理 目前南方澳渔港在港里有556艘渔船 进出发生阻碍 交通部已经请港务公司 尽速排除障碍物提供渔船进出 假如还是有困难 将于苏澳港开放13、14码头商港区 警广记者郑基威台北报导